副署長 那個上來的官員 不要站在紅線的後面 就站在副署長旁邊 這樣比較快 這個我先跟副署長請教 你們在報告裡面提到 國產署訴訟案件裡面有一件是敗訴的 是台北中影公司新世界大樓的土地 那麼起訴的時間是 民國96年12月19日 確定敗訴是102年12月5日 敗訴的原因能不能講一下 簡單說明 新世界大樓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在1920年的12月 是日本人那個時候開的戲院 那是台灣最大的戲院叫新世界堂 這個照片因為時間的關係不是很清楚 後來到1955年又改建 變成一個大樓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的新世界戲院 接下來看的是現在的現狀 我給你時間你想一下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敗訴啊 各位報告這個 敗訴的確實原因我是 你為什麼可以不知道 你們敗訴的就只有這一件 你今天來報告 你們又提供了書面的報告 我跟你說一下 部長請你也仔細聽喔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國民黨黨產這個過程有多荒謬 以新世界戲院來講 其實總共包括新世界戲院在內 還有其他的十幾家戲院 他為什麼會敗訴呢 民國35年10月22日 國民黨省黨部的主委叫李毅中 他發了個電報給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跟中央黨部說啊 現在我們接收日產的戲院 國民黨中央黨部可不可以去跟行政院講 說這些戲院就撥給我省黨部來接管 後來呢行政院呢就指示了 在1947年民國36年就指示說 架構 架構是什麼意思呢 請你來跟我買 這很正當吧 對不對 你們兩個都點頭了 後來怎麼架構的呢 架構之前啊 先讓國民黨去接管這些戲院 那怎麼架構呢 因為1947年啊 行政院說啊 因為國民黨要求 說對日戰爭啊 國民黨花了很多的錢 受了很大的損失 所以不光是台灣喔 那個時候包括中國大陸 每一個地方的叫做敵產 就是敵人的財產啊 通通要用來賠給國民黨 來賠給國民黨 作為國民黨在戰爭時期的花費跟損失 中國國民黨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打仗的時候啊 我國民黨要花錢啊 譬如說 用日產的戲院呢 就是用說因為我有宣傳費用 那我宣傳費用我花了錢 所以請你拿這個 抵產來座駕 來補償我國民黨的損失 我這樣講 有沒有喚起你的記憶 還是你完全不知道這個案子 因為我比較晚進國產署了 因為你本來在台北市政府 對不對 所以你不了解這個案子 你到了我們立法院來報告 你連你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你應該要有的 你國產署的案子你也不去了解 今天 在1947年 我跟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進入憲政時期啊 你知道嗎 36 民國36年12月25號 我們憲法開始施行 對不對 所以在1947年那個時候 是叫做訓政時期 對日抗戰 那也叫訓政時期 你知道什麼叫做訓政時期嗎 嗯 你知道什麼叫訓政時期 我不是很清楚他的定義 你不是很清楚他的定義 我告訴你 訓政時期 根據訓政時期約法 就國家 的這個叫國民大會啊 沒有 就是有中國國民黨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代行國民大會職權 國民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閉會時間 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來代行 這個全國黨代表大會的職權 也就是說 什麼叫訓政時期 就是國家就是國民黨的 根據訓政時期約法 國家就是國民黨的 所以國民黨管這個國家 好 國民黨管這個國家 當然黨庫就是國庫 國庫就是黨庫 好了 在對日戰爭的時期 所有的事情 都有國民黨決定 所有國家的財產 都有國民黨支配 打仗打完了 我們的國家去接收了抵產 國民黨說 我在戰爭時期的費用 請你國家交給我來抵債 抵你國家欠我的債 你覺得這個有道理嗎 這個時空背景說實在 看起來 那我們就回到那個時候時空背景啊 我們現在回頭去看 國民黨接收了 以新世界戲院為例 法院判決 你國產署敗訴 的理由很簡單 是因為行政院那時候就作駕 賣給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一毛錢沒有拿出來 用來抵 說我在對日戰爭時期 我國民黨所花的錢 國民黨花的錢 就是國庫的錢啊 因為國庫就是黨庫啊 因為國民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就代行國民大會的職權啊 因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就是國家的最高的行政機關 跟決策單位 打完仗了 現在說我花的錢 你國家要賠給我 那我們有選 我們有機會選政府嗎 我們有機會選國會嗎 我們有機會選總統嗎 沒有 在那個時候 包括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 包括被你國民黨接收之後的台灣 到1947年以前 都在訓政啊 1947年12月25號以前 都在訓政啊 人民沒有權啊 權是在國民黨手上啊 你開始接收地產之後 變成說打給鐵來督小 然後你就接收了 法院也照這樣判決 邊部署長我這樣講 你覺得國產署 你站在國產署的立場 你服氣嗎 對於法院的判決 因為 之前我們也有上訴 對這種判決還是我們敗訴嘛 所以你輸就輸了 反正也不是你的錢 你連什麼原因都不需要知道 我們請 司法院民事廳的邱廳長 我們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的 郭權慶專門委員 還有剛才有提到一位檢察官 麻煩你們一起上來好不好 來都上來 好 這個案子呢 剛才新世界戲院啊 在民國92年12月19號起訴 但是呢 但是呢 在民國在前一年啊 民國95年4月27號 中影公司就賣掉了對不對 沒有錯吧 中影公司呢是由 國民黨的中央投資有限公司 賣給了羅玉珍跟莊婉君這兩位 我們看一下這個字比較小 你們看不清楚啊 中央投資公司把它賣掉了 中央投資公司把它賣掉了 在2006年民國95年的4月27 那在這之前啊 其實 羅玉珍跟莊婉君 還有一個這個買賣的見證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下一張 再往下 再往下 好 這個買賣的見證人 一位是李永然律師 另外是蔡振元先生 以前的本會的委員 他們蔡振元先生 作為這個買賣的見證人 但是他在簽訂這個 叫做買賣契約書之前呢 他先跟這個買賣的買方 叫做羅玉珍跟莊婉君 又先簽了一個密約 這個密約的內容呢 我們請看這個密約的第三頁 最後一頁 好 這個密約為什麼說是密約呢 因為他簽合約的這個三方 甲乙丙三方 都講好說 我這個不可以 對外去公佈 你要保密 這個密約裡面說什麼呢 因為 他們跟中央投資公司買 這個中銀公司分成五次付款 我們請看一下 這個買賣契約裡面 的這個第二頁 好 好 這個就他們簽的這個密約 說是要買的這個密約 他這裡面有提到啊 他說因為分五次付款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付款 要由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付款 要由這個買賣的甲乙方 要共同這個同意啊 至中銀公司增減 請看第一頁 增減資取得款項 增減資取得款項 那包括處理中銀公司的資產 跟增減資程序 這什麼意思呢 來付給國民黨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今天取得了中銀公司的經營權之後 因為他有五次付款 那麼第三第四第五次加起來 將近20億的這個款 要怎麼取得呢 由中銀公司來增減資 什麼叫增減資呢 先減資再增資 然後呢 要處分中銀公司的財產 然後來付給國民黨 這樣我這樣講 你了解嗎 你聽得懂嗎 也就是說 其實啊 我跟國民黨買的錢 賣的 跟國民黨買這個中銀公司的錢 是去處分中銀公司的資產 跟做增減資取得的 多的錢去交給國民黨 也就是說我這個處分這個公司的資產 這個做生意這樣有沒有問題啊 你覺得 所以我去買了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的股東不只他們 中國國民黨耶 中國國民黨只有百分之八十二點多的股份耶 另外還有將近百分之十七的股份 十七點多股份是在其他人手裡耶 我處分公司的財產 然後我去交給賣方來買這個公司 這個有沒有涉及背信啊 蛤 我如果這樣子問的話 你覺得呢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因為是具體個案 法院他認定是 你們不了解你們也不能回答 對不對 其實 以這個個案來講 國民黨取得 包括中影公司 包括這麼多家戲院 接收了日產 的根據 是因為 國民黨向國家求償 說我打仗的時候花了錢 因為這樣 官司打完了 但是到底合理不合理 國民黨能出來講個話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買賣 中影公司的過程裡面 包括中投 跟買方簽的合約 這個叫做利益共享 我們其實 說不定等一下會有委員提到這一點 這個利益共享機制 犧牲了其他百分之十七點多的 股東的權益 有沒有涉及背信 然後呢 這個買方去跟賣方簽約之前 自己先簽了一個密約 這個密約去商量說我們怎麼付錢 來先用大家同意 分期付款的時候 先要處分公司的資產 賣公司的資產 來付給賣方 這個有沒有涉及背信 你們法務部不用去查一查嗎 只有過了追溯期了嗎 我們如果現場跟你檢舉 你們是不是需要去查 要不要 法務部要不要講一下 檢察官要不要講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委員今天提到這個是屬於個案的問題 那如果說委員這邊有什麼資料 如果提供 這個新聞都有過啦 你們看報紙也可以去辦案 我們會正式來跟法務部檢舉 謝謝 那個其他股東 當時中原是財政部 那個不是一般人 我們的財政部是股東 好接下來賴市法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